現在大家會講兩岸之間之外 2023另一個非常全世界重中之重 大家都在看的就是美中之間會如何交手 2023年剛開始而已 大陸的新外長秦剛就馬上來跟布林肯通電話 說活絡雙方的中美關係至少保持管道要暢通 秦剛甚至還發了一個告別信 因為他剛剛卸任駐美大使 他說了中美關係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他在推特上面特別有講了 說他在跟布林肯雙方的對話 基本上凡事過往皆是序章 所以還是希望可以大家和平共處 合作共贏 布林肯的部分則說 他們通了電話討論了美中關係 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 看起來一片祥和感心應該還可以吧 但是你看看美國的NASA局長馬上說話了 NASA局長怎麼說的 他說中國將霸佔月球 那他的講法是說你看看現在南海 他們都在那邊造海填島 這樣月球我跟你講 小心就會被大陸人中國給拿走 當然了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當然讓這個大陸方面無法接受 所以呢美國的這個中方馬上出來批評 說這言論是不負責任的 好除了月球科技戰之外 還有什麼 還有的就是眼見著1月8號 中方他們開始有新的一個防疫規定之後 美國CDC正式的告訴大家 如果你要去中國的話 是不是應該要重新考慮一下 甚至直接講新年第一藥物 就是要阻擋陽性的中國人進入國門 這麼一件事情其實在當時 中方政策出現改變的時候 世界各國紛紛的有發出訊息 還記得那個時候歐盟有跳出來講說 沒有我們不認為這個政策會影響到我們 對於他們的任何防疫規定 言由在耳 沒想到現在馬上出現法夾彎了 包括了誰 包括了英國 好急轉彎 現在決定要對中國採取防疫措施了 包括了誰 加拿大 一開始也說沒關係 現在跟進美國 要求他們出示陰性證明 更不用講了 法國甚至還要求 歐盟是不是採取統一做法 就連澳洲那個時候講說 不是說要讓雙方友好 要好好衝貿易嗎 現在也開始跟進了 要有相關的限制 那大家就要講了 說這樣子的一個作為 一個法家彎 又代表了什麼呢 央視現在批評了 說美國對中方的防疫政策 他們質疑漏洞百出 滿是矛盾 講了說 歐美你們要我們 放開 要我們開放 那我們現在放開了 又開始宣揚疫情 威脅他國防疫 開始入境的限制政策 這不是雙標 又是什麼呢 其實現在 美中之間的對抗 2023應該鬥而不破 還是主旋律 畢竟在太多地方 有所謂的 勢力相當 爭鋒相對 像是什麼 像是你來看看電動車 比亞迪說在去年狂賣了 186萬樣 現在已經創下了大陸國產車造車的新紀錄 好 講到電動車 比亞迪 美國人說我們有特斯拉 可特斯拉最近確實是賣得比較不好 好像還傳出他們中國區的總裁朱小彤 要來接掌北美還有歐洲的銷售業務 大家就要問 新能源車2023會不會真的出現 所謂的東升西降 更不用說晶片戰 拜登現在這個晶片禁令 有人就說了 可能反而會造成內傷 甚至有外媒說 他是自掘兩個墳墓 怎麼說呢 也就是說如果你太過於強調 半導體要一分為二的話 那很有可能會讓他們自己的製造商 還有他們的客戶成本比別人要高出許多 陳文倩他資深媒體的人前前就講了 說其實從哪裡可以看得到 從日本的例子 你也許可以思考一下 因為2021年底到2022年 日元貶值超過了20% 那他的資產是少了五分之一 經濟上他現在又要跟美國站在一起 等同於你站對美國就會失去中國市場 那之後是不是更多的出口市場不見了 你的貿易量會持續的下滑 經濟還好得起來嗎 美中之間從各個領域各個層面 你都可以看得出來他們有非常多的 軍縫相對軍事上頭其實現在也是 看看當時的秦剛 他在時任外交部擔任發言人的時候 他對於在軍事上面的一個準備 很多人就在講啊 講說你們大陸現在軍事花的錢太多了 那麼多的軍事預算了 你們想要做什麼啊 那個時候秦剛的回應是 我們是各自一年比一年長 一年比一年大 不能總是穿小鞋吧 來聽聽他的原話 中國人民解放軍 不是只端著紅銀槍的童子軍 也許在國外有些人眼裡頭 希望中國總是長不大的童子軍 但是如果是那樣的話 誰來維護國家的安全 誰來維護世界的和平 如果是那樣的話 中國就安寧了 地區就穩定了 天下就太平了 即使是童子軍 他的個頭 也是一年比一年長 他的腳也是一年比一年大 你總不能讓他 總是穿著以前的小衣服小鞋吧 總不能讓他 總是穿著以前的小鞋吧 好 時空環境都在變化 要請教賴老師怎麼樣來看 秦剛跟布林肯通話了 秦剛還說中美關係是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我覺得秦剛給布林肯的一個通話 應該是布林肯跟秦剛通話了 因為秦剛到美國去的時候 布林肯一直沒有跟他好臉色 秦剛免禮長針 也不是好惹的 所以他給布林肯的通話中 推特中寫得很簡單 他說他跟布林肯有很多次的 坦率的 深入的 富有建設性的 就是彼此之間有多次的 這樣的一種會晤 我們都知道外交用語 出現這三個詞的時候 意思也就是說針鋒相對 彼此之間都沒有好臉色 然後另外一段話他就說 期待中美的關係 能夠越來越好 就您講的 你中有我中有你 你美國要跟中國脫鉤 你做不到 中國要跟美國脫鉤 中國也做不到 中國很現實的知道自己做不到 所以沒有打算跟你美國脫鉤 你美國不務實際的 你也做不到 但是你卻硬要跟中國脫鉤 所以倒霉的是你 不會是我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秦剛講話講得很白 現在對布林肯來講他麻煩了 因為布林肯 原本沒有給秦剛好臉色看 結果現在變成同事了 他也是外交部部長了 所以現在布林肯跟中國大陸 在國際間或是兩國之間 磋商的話 你必須要跟秦剛直接對話了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對布林肯來講 他面對一個比較大的麻煩事 如果就NASA的署長來說 因為你看到 美國的NASA的署長 真的是老到不行了 您再相對看到 中國大陸的太空總署 他們本身都是年輕的小伙子 差別很大 平均年齡才三幾歲 一個平均年齡五十幾歲了 但是我覺得美國是因為 它的前身是大英帝國 所以美國原本是英國的殖民地 英國有這個殖民地的傳統 所以殖民地的後衣 就懷抱的以前也是被殖民的 這樣的一個傳統 他從東岸的十三州 一直併吞侵略印第安人 然後再跟墨西哥打一場架 然後把加州 把德州就搶過來 然後又去滅掉了 夏威夷搶的夏威夷州 所以他一直總認為說 先戰原則 國際法上的先戰原則 誰先發現 誰插旗 那塊地方就是他的 因此他很擔心 很焦慮 說中國大陸一旦登陸月球 在上面插旗了 說宣布我所看到的都是我的 那這個時候他就開始焦慮起來 那其實他這樣做的目的 還有一個就是希望美國政府 再給錢多一點 說我們太空總署錢不夠 再多撥一點錢 叫了半天其實最後的內幕 其實要的就是多一點錢 讓太空總署的錢再多一點 可是問題就在於 軍方已經拿掉8000多億美元了 那你美國政府目前來講 在台高足還能怎麼辦 我覺得拜登的這個晶片的做法 是 會害死我們台灣 也害死韓國 追隨美國去跟中國大陸 打晶片戰的廠商 都會被美國人害死 這一點 我們請我們自己台灣的好朋友們 尤其是做半導體的 廠商的好朋友們 你們一定要給政府施加壓力 因為當你們跟著美國走的時候 那你想想看 當你失去了中國大陸的市場 中國大陸如果說他們在於成熟製程 這個部分 他們的發展越來越壯大 他們的成本下降 他們的 甚至他們剛開始的虧損 都可以用補貼的方法 然後擊敗了所有的這些其他的成熟製程的國家或是廠商的話 等到他獲得了主導的地位 他會這樣把價格拉起來整個都賺回來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廠商未來只剩下先進制程 能夠養護自己嗎 想清楚啊 來 佐老師 好 最近關於秦剛呢 有一些學界的朋友在辯論 到底秦剛是不是戰狼 那當然我認為 因為有人認為他是戰狼 就好像剛才這邊有播放了他的一些講話 那的確是非常強硬 但是認為他不是戰狼 就是說他在美國這些年 他在美國這段時間 身段非常的柔軟 而且努力的向美國各界伸出友誼之手 所以看起來也又不像是戰狼 那我認為其實他是不是戰狼是其次的 重要的是看大陸對外的政策主要的主軸是什麼 那他我想大家還是肯定 他是一個使命必達的一個外交官 所以如果大陸的主軸是戰狼外交 那他當然就變成了一隻戰狼 他如果大陸的主軸是一個微笑公式 那當然他就不會是一個戰狼 所以我認為還是大陸的這個外交主軸 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 那我們怎麼來看大陸現在的一個外交主軸呢 第一個我們看到 像賴老師剛才講到秦剛跟布林肯的通話 其實這種通話除了秦剛講到 他過去以布林肯見面數次 駁斥了外界說布林肯沒有見他這件事情之外 那我認為還有一點就是他跟布林肯在通話中 互道新年問候 那這個我覺得很重要的訊息 為什麼呢 因為今年過新歷年的時候 就是前兩天 大陸的國家主席跟總理都跟俄羅斯的總統跟總理互道問候 那麼現在等於說你跟一個強權互道問候 但是跟美國沒有 而秦剛跟布林肯的通話就補上了這個缺塊 雖然他的層級是比較低 但是還是做了這樣子的一個善意的姿態 我認為這個是很有意義的一個姿態 第二個 王毅最近升任了外事委員會的辦公室主任 那麼中共中央外事委員會的辦公室主任 那麼他也在《求是》雜誌上有一篇文章 在這篇文章裡頭 王毅再次強調了一句話 就是要大家看到那個可敬可信可愛的中國 這個是最近這幾個月 大家注意到王毅的一個用詞 他特別強調可敬可信可愛 所以其實大家會感覺到 那個微笑公式的中國大陸好像有點要回來了 我認為這就是他的一個基調 他的一個基調 就是就好像在習近平去年跟美中關係委員會 發表賀信的時候 他所提到的 就是全世界都希望美國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能夠健康穩定的推展 所以大陸認識到這樣子一個全球的期待 也看到這樣子一個關係 一個和平 一個健康穩定的關係 對大陸 對美國 對全球的重要的意義 所以他願意在這個方向上推進 當然我想美國其實也認識到這件事情 要不然美國也不會要派布林肯去大陸訪問 就是在希望能夠盡快能夠恢復跟大陸在各個層次 各個管道的一個溝通 那整體來講我們現在看到美國跟中國大陸又有競爭又有溝通 那這個其實主要它能不能夠真的讓兩邊的關係能夠回到一個健康穩定的方向上 關鍵就是在能不能釐清所謂的紅線跟所謂競爭領域 競爭領域雙方各自競爭 但是那個競爭不能超過那個紅線讓雙方走向對抗衝突 我想能夠把這兩個領域畫得很清楚 那雙方就有可能走向一個健康穩定的關係 那這裡頭其中也包括像南海的這個軍事的衝突 其實就是一個是不是雙方能夠維持那個紅線的位置的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是 來 張娟 我認為中共要去佔月球 我認為有不同的看法 我認為可以去佔月球 因為人類登陸月球是民國58年 1969年到現在為止已經54年了 所以科技更成熟 我們地球距離月亮38萬5000公里 當然它會有近地點跟遠地點 近地點才36萬公里而已 那在阿姆斯壇當初是花了八天又三個小時登陸月球成功 現在不用了 現在從地球軌道 從地球發射進入月球軌道 兩天就到了 你再進入從月球軌道再降落到月球 不要一天 你總共加起來三天不到就降落到月球 所以近地球也只有一顆天然衛星就是月亮 那很近 而且最重要的 現在月球上有很多的資源 是百分之百沒開發 稀有金屬 稀土 稀土月亮特別多 還有貴金屬 還有鈦 官民做航鈦科技的鈦 還包括了白金我們講的鉑 都是非常貴金屬的 月亮就有了 你就可以建立一個基地 而且先占原則 我認為可以 因為中國大陸在天空就是太空站了 已經兩年多的運作 上面可以有六個人 剛剛常態保持三個人 它兩年運作都是OK的 你現在登陸月球對它來講不難 你看從地球發射到月球軌道兩天就到 不用再像阿姆斯莊那個要花了八天有三個小時 你再從月球軌道進入 而且現在的技術在那個時候 54年前真空管的時代 火箭跟太空艙是非常笨重 現在都已經是晶片時代了 非常輕 成本也低 然後發射的技術也很成熟 我認為這個時候是個機會 你如果先站進去 這裡面的資源你先開發 這變成戰略制高點 先站到 結束先登 以後你 比後的站在其他的地方 我們先站到好的地方 這是國家戰略 太空戰略目標 無論如何可以大方的來接受 來嘗試有天空太空戰 下個目標就來建立月球太空基地 你這樣的話 換句話說這月球跟月軌道 你就自衡了整個地球的內太空外太空 這就不一樣了 這個是國力伸張的一個標準 表示太空戰略是成功的 無論如何在這方面可以大方的來進行 來誤諸行動才對 是